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幸福和運氣 作者周國平 無人能完全支配自己在世間的遭遇 其中充滿著偶然性 因為偶然性的不同 運氣分出好壞 有的人運氣特別好 有的人運氣特別壞 大多數人則介於其間 不太好也不太壞 誰都不願意運氣特別壞 但是運氣特別好 太容易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是否就一定好 恐怕未必 他們得到的東西是看得見的 但也許因此失去了 雖然看不見卻更寶貴的東西 天下幸運兒 大敵淺薄 便是證明 我所說的幸運兒與成功者是兩回事 真正的成功者必定經歷過苦難 挫折和逆境 絕不是只靠運氣好 運氣好與幸福也是兩回事 一個人唯有經歷過磨難 對人生有了深刻的體驗 靈魂才會變得豐富 而這正是幸福的最重要的源泉 如此看來 我們一生中既有運氣好的時候 也有運氣壞的時候 恰恰是最利於幸福的情形 現實中的幸福 應是幸運與不幸 按適當比例的結合 在設計一個完美的人生方案時 人們不妨海闊天空的遐想 可是倘若你是一個智者 你就會知道 最美妙的好運也不該排除苦難 最耀眼的絢爛也要歸於平淡 原來完美是以不完美為材料的 圓滿是必須包含缺憾的 最後你會發現 上帝為每個人設計的方案無需更改 重要的是能夠體悟其中的意韻